他往对面去 自己就单独去了 因为他也不合群 开个破解答 他们大孙子也知道远南的 当然哈尔滨的 你就现在哈尔滨讲社会 你问问焦远南 谁不知道 谁都知道 当年的哈尔滨社会 焦远南正经 他妈挺厉害 大伙都对他 小偷子催牛逼 他都说哈尔滨谁烈 焦远南烈 谁他妈好使 谁狠 那惹他不死即惨 所以说口口相传 这李万顺呢 对焦远南 他也是没有战绩约来 他不知道焦远南多狠 狠不狠 只是听别人说 所以说他准备要试试水 把白博涛干了之后 心里还有点底 然后来到火站 早早他就来了 定的是六点半 他六点到 主持多少人呢 他人不多 能有个二十七百个银 二十多个 二十多个早早就来了 这时候天刚叉叉刚嗨 但是你离个十米二十米的 还能看着银 就这个光线 就听远处的火车 小老漫车 运煤的啥的 还有旁边有个大煤厂 那边有个小素质 很荒惚阴眼的地方 这个 他们这些人来了不过 带了当时七八八五帘子 还有拿了个砍刀的 包括小刺刺的 大棒子 狗爸 这帮小偷子 强强手上无弱兵 李万顺的手下 也不是普通的小偷 也都挺硬朗的 那你看 这些人围着李万顺 说孙哥 焦严男咋的焦严男呢 焦严男杀人证啊 来他们咱就咳咳他 因为这些人很多都在南下支队 他给带回来这些兄弟 也都是见过一些市面 见过生死 不是普通图线帽的 是 李万顺讲话 想当年南下 我他妈跟黄瓷的黄庭丽都见过 操 啥没见过 跑大轮 他妈跳火车的 那他妈 哎呀 等会来看他咋说 他要是好好的 咱跟他谈谈 因为听说焦严男呢 也挺他妈挺猛的 咱也翻不上 跟哈尔滨 咱扎下根的 我这都来哈尔滨几年了 但是你 如果他不给咱面子 咱就去不咳他 是 大哥 放心吧 正说话 这时候就看着一辆车 开车 到了 甜蜜蜜的歌就放上了 他打仗之前 他也放着歌 就邓里就这歌专辑嘛 磁带的那时候 破贴打仗 塞那个小磁带 你放 甜蜜蜜 你笑得多甜蜜 一下车 他停的火到这边 眼睛那边是停的火到这边了 也是有几个面包的 啥有劫打的 停对面 隔火到铁轨 天还没黑些来的 全 他一下车 巴 点个烟 靠车上 南哥他们还没到呢 这子龙啊 这干得压丑 南哥他们还没到 他也看着对面 来这一帮人 啊 宋子龙一看 啊 对面 二来人 是他妈吧 不是自己人 就是他妈人 但估计要是别人一瞅 哎呦 我操你妈 这对面来这么多人的 我自己先来 赶紧跑 啊 是不是 这是屎话啊 那他 子龙看 就像没瞅着 是瞅眼的 这时候 李万顺的兄弟 也看见了 哎 李万顺一抬头 哎呦 来比小子 来一个车啊 哎呀 下车一个人 是我跟江南约驾 这批 来一个车一个人 这是谁呀 这干啥的 这是 去 李万顺一抬头去问问 问问那批干啥的 啊 要是这把麦单老百姓路过来 那这把李远点 别崩身血了 啊 哎呀 手下有个兄弟就过去了 啊 过来三四个兄弟 哎 哎哎 就隔着 十米八米的 走起步道就过去了 一指宋子龙 哎 哥们 哎 宋子龙一抽烟 啊 啥事啊 不是你干啥的啊 哥们 啊 一人开车 往这来 你干啥的 子龙讲话 不是 不说那个 打仗吗 啊 让过来的 打 打 打仗 不是 打仗 不是 你那会儿的 我们这会儿好像没你这么个人 这你不是你那会儿 手下蒙了 说操你们是大哥收心收的兄弟不知道 这不能对面来一人 说你那会儿呢 哥们 你谁 这 我大哥叫一南 啊 南哥打电话上来打仗的吗 就是 跟你们呢 那是啊 哥们 你们都来了 来这些人了 其实一瞅 啊 是 跟我们 这 你自己来的 我先到 我自己 自己先到 等会儿南哥 啊 有事儿吗 没事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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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老大 撒屁一烫 你妈 来一个人 焦岳南的兄弟 啊 我们过去问 这 那个 你谁 打仗的 干咱们的 焦岳南的兄弟 来一个 啊 是那伙的 焦岳南没来啊 没看着 他说他是焦岳南兄弟 哼 操你妈的 有点意思啊 过去看去 李万孙一白手啊 李万孙的 二来个兄弟 拿着长杆 短霸子 还有打卡子 搞霸 夸杀 就把这子龙 给围在中间 子龙被围在中间 老铁正常人 是不是害怕 你打仗 你约架 老大爷 你去 操你妈 对面来 二多人给你围了 你不害怕呀 给 宋子龙围上 宋子龙抽烟 有事儿吗 有啥事儿啊 你妈 这李万孙讲话呢 不是 哥们 你那个 你是焦岳南的兄弟啊 对啊 我焦岳南兄弟啊 咋的了 啥事儿啊 我大哥让我来打仗呢 跟你们呢 对 跟我呗 不是 哥们 你一人来的啊 啊 啊 是 一人啊 我离得近 我就自己来了呗 不是 那早点 大哥 啥意思啊 你们 啊 要干的 这意思啊 等会儿 打完电话 喂 啊 南哥 你该打呢 到了 到了 我自己到了先 啊 就让他讲话 你自己先到了 我离得近 我就到了吗 那对面来人 来了 来了 多个 啊 拿着五连发子 什么五连毛子 大片卡 搞霸的 啊 啊 就让他讲话 你看起人了 就让他讲那边 要出发了 说 说你看起人了 看起来 该我身边呢 该这围着呢 啊 不是 跟你围上了 不是 那个 围上了 那个 不是 我是等你来干的 还是我自己干的 我自己喝呀 要不 叫他一听 你他妈虎逼 你自己喝 你等一会儿 啊 你等一会儿 啊 别别别 别别你把翻虎啊 越南知道他敢干的 说你别翻虎 我们快到了 十分钟啊 你别翻虎 我拐弯就看没场了 啊 行 那个啊 好嘞 他俩的谈话 这边都听着呢 李万岁 瞅不着 那个 你刚才说啥 你要自己 跟我干 啊 我没听错吧 哎呀 等我南哥也行 不等也行 不等 你要着急的话 咱就咱就先干 啊 先干后干 反正都是一个鸡股字 干 啊 咋的 你咱就讲话 唱 你们大哥 这小有点意思啊 哎 不是哥们 不是 你 你 你那个知道 我懂江湖道义 我是走 走过社会的啊 我跟你说实话 哥们 你一个人来 我今天我不可能动你 啊 因为李万岁是南下支队回来的 这笔是懂江湖道义的 我不说了吗 都说我看你一人来吧 我我真不能动你啊 哥们 但你这个勇气啊 我真他妈挺配合啊 说实话 我都有点喜欢你的性格啊 那个 说什么点话呢 我那废话干啥呀 就干还是不干 别废话 干你们还有我男哥吗 就我一人就够了 啊 知道不 咋的呀 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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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要 搂我们大伙啊 啊 咋的呀 没见过呀 要不 那个 试试啊 谁跟你勇气 你成为成年的 你别管成为成年 干你就完了呗 扎你脑你不疼啊 啊 你要干的话 你就干 你说要是用枪干 还用刀干 你说啊 啊 但我一人来的 我说实话 我不咋愿意用枪 我要干 我就用刀干啊 哎呀 那咱 用刀干一下的呗 干呗 你等会啊 我求到 送这笼直接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上后备箱 八把后备箱 结巴扣开了 后备箱 哎 我问一下吧 咱们到底是用刀干 还用枪干 要用枪 我这有枪 要用刀 我这有刀 反正要用刀的话 咱就不许用枪啊 你不讲江湖道 你吗 咱可别基本用刀 用枪的啊 我先说好啊 到底用啥 李凡孙蒙了 李凡孙箱方 大活都蒙 这啊 不 就像丑怪物 这不 这笔是不是习大 什么傻 李凡孙箱方 用刀 用刀 用刀也行啊 不是 你随便你选啊 你用刀 枪随便 那咱说好了啊 我用 不是 我不擅长用枪 啊 那我用刀了啊 我告诉你 不是没有枪啊 我有枪啊 但我 我选刀了啊 你们把枪都放进啊 咱用刀干 吧 后备箱一关上 宋子龙那把大刀 一枚多长啊 我说的是赵紫厂 切纸的那种刀 改装过来的 啊 那削铁如泥 我跟你说啊 这么快 后面放个垫步霸 子龙拿大刀就过来了 来吧 这这这 拿刀的 都可以一起上 啊 拿钱往后靠一靠啊 李凡孙箱话 不是 不是我擦他吗 我 我要在乎干你 我这 我再有刀一点 你也不能太藏了你啊 啊 小的吧 来 枪就往后撤上 上刀就往前 上 干刀 露大 哎 你那边二十来个 有有这个十来个是用刀的 哪搞棒 哪刀的 就就往前上了呗 聊一下 你这B20 收了把金尾一刀 收子龙 手起刀 这小子刀刚举 收子龙 这个刀 直接一刀 从下面往上 踢 陈小金的三板斧 这是踢牙 啪 啪 这小耳朵飞了 哎呀 紧接旁边那小妹 反过来子龙 咔嚓又一刀 哎呀我擦 直接把绑子卸了 哎呀 紧接宋子龙 杀了人群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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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小拿刀这一堂 啪 刀刀干 刀刀干蛇 夸擦一下子龙 这刀顺着脑门下来了 得亏 得亏 躲一下本能的卡肩膀 哎呀我擦 大哥 上去几下子 老几下 就看那十来个人啊 光光光几下子 飞出两个胳膊来 还有几个什么 锁骨砍蛇了 哎呀我擦 哎呀大哥 鬼故狼嚎的 大哥 子龙姐花 操 你们操 有人说子龙受伤呗 那肯定也会受伤 有的那个后面 拿那个刀的 不吃 紫龙一后屁 又啥的 操 你妈子龙回手 又一刀 哎呀 大哥 这 子龙姐花 操操 这帮人且战且退 子龙越战越勇 已经干到四五个了 操 操 操 随着一声枪响 子龙捂着腹部 各个刀还支呢 但是五连毛子喷的力量太大了 子龙这条半条腿 还有腹部全重强 三代 子龙就坐下 你妈顺点话了 你妈这不动枪 真干不过这小子 啊 这我十来号 拿狗棒拿刀的伤害 没干过他 躺下四五个了 别讲我不 别说我不讲道义了啊 这比较挺猛啊 子龙讲话 你妈他妈不讲究呢 不说好了 不动枪吗 啊 他妈的 你妈动枪 我他妈没有啊 这玩意儿鬼孤狼嚎的啊 本来还有几个拿枪的 说实话往前上头有点胆 秃的了 能知道吗 那种状态 大哥 我他妈摟死 李文森一百手 李文森来到跟前 往爹一蹲 子龙捂的肚子 抬头瞅着他 刀割手指着你啊 玩买太太是吧 社会也是玩买太太是吧 啊 说好的是吧 操你奶奶 我要不动枪 他妈的 我这些兄弟都得验你祸祸了 哎 操你妈的 哥们 留个性命 啊 你是我见过为数不读的混车会里面 我他妈挺佩服你啊 该不该说的 今天老哥啊 玩买太太了 下手黑了啊 来 他把点着的烟 塞到 宋子龙的这个嘴里 子龙也点过烟 臭声 说 哥们 给焦严男带个话 啊 我就不等他了 别跑啊 别落别的了啊 焦严男估计也快来了 来他送你上医院嘛 车 你看车里有几个小 那压力回来也挺猛的 上拳 大哥 这不等焦严男了 你猜他说啥 里边顺讲话呢 等鸡毛焦严男 等焦严男 咋的大哥 操你妈 这仗还能打 啊 焦严男 他以来一个兄弟给咱干什么 这笔呀 二多个人伤了四分之一 你说焦严男来十个八个兄弟 我操他们 咱这些人不都愣着啊 而且一个人这么狠 啊 你这来十个八个咱们都撂着 还等鸡毛 等这仗没个打这仗啊 啊 走吧 赶赶赶赶上车吧 去你妈 这笔跑了啊 他上车撩了 你看上车撩了之后啊 他也就出去了 有个十多分钟 原来下车往前瞅啊 原来仰也还不较好使 唐内侠是傻瓜的 行 今天讲话 木槽我连烧在抢 我得抢点啊 哎 都往那瞅 原来讲话 哎呀 慈容不出来啊 多人的 没看到人你 哑巴讲话 啊 鸡毛吧 唐里小讲话 那那那火道边 那那树旁边靠个银 原来讲话我操你吧 等来到跟前啊 子龙给大家做的 子龙地上一滩血 远处地上也全是血 就他那边兄弟 胳膊掉了的就绷着胳膊就跑到上医院嘛 还有那个身受伤的 锁骨砍舌的这把脸蛋脑袋后背 手的躺一地起全血 跟前啊就那个火道旁边 那个煤杂子掉的都已经阴透了 原来到这一筹 子龙 子龙 哑巴贵 就看那宋子龙 做这个的腰还叼着 都已经不知声 原来讲话子龙子龙 无意识了就已经有点昏迷了 这烟都已经烧上屁股了 南哥 哎呀我操你吗 他他他人呢 你不说来二多人了吗 跑来 跑来 不是你这伤着 让我干跑来 让我挖挖一顿砍 操 我砍到五六个 你 你一人砍他吗 二多人 那假的呀 唐李强讲话 咋咋咋的 操你们 你们成就笔吧 估计没有 这笔干过我们 他知道多么 南哥 要不是那笔老大玩来 他指挥手下开枪 我还能干他吗 我肯 不是我操你吗 你没事吧 你 谁动枪了 没事 大哥 你是我大哥 我跟你办事 我得劲 得劲 我操你吗 赶紧上医院吧 得劲一会儿血流干了 南哥 听我说啊 血别动我 哑巴讲话 傻滑子 越南讲话 傻滑子 快快快给送医院 你快干 别送 南哥 再给我点个研 你他妈还能抽 你们到医院抽 点一个 八个点个研 哎呀 北军 舒服 舒服 我到好久 没打得这么痛快了 我到 我好久都没咳咳这样了 南哥 这出血的感觉 太好 我操你妈 越南讲话 都说我是精神病 都说我是大魔王 这比他妈 简直他也不是正常人呢 赶紧 你把别的地方舒服了 再舒服舒服死了 个机本 上车上车上车 扒给整趟车了 你看啊 给他放弹的破解答了 他不能放好车 整一身血 前面谁呢 前面越南 告诉唐立强开车 越南坐副驾 后面哑巴傻瓜 也能服的 刚开车 驾着好 南哥 啊 坚持住啊 给我放手 甜蜜蜜 放一首 甜蜜蜜 哎呦我操你妈 还甜蜜蜜呢 原来巴 放一首 甜蜜蜜 你笑的多甜蜜 好想那是洋花 三夜去 子龙在后面叼着眼 啊 身上躺着血 兄弟哥就一一一 我给他记住 就这一出 操操嘛 这真是战神 我估计王志胖和也够呛 很快 老铁 子龙有人说死没死 没有 子龙被送到了医院啊 当天晚上子龙啊 到医院的袁南的 抱起来血都已经透了 说赶紧一上 叫叫叫叫 给子龙就送到医院了 到医院进去手术室的时候 子龙还有意识 袁南讲话了 子龙你放心啊 操你妈此仇不报 大哥视为啊 网为人 算你交给我做就行了 龙被推进手术室 白博涛就一瞅 说他妈这还有干 谁跟姜南干 谁行啊 这你妈比姜南 太厉害了 我大哥呀 啊 别废话 说头 给那谁打电话 给那个 对面 那个二逼 给打电话 白博涛把电话就拨过去 你看李万顺 刚刚回到自己的这个窝点 喂 医院的兄弟也送到医院了 他受伤的群 他回到窝点 喂 喂 李万顺 你等会啊 我白博涛 有人跟你说话啊 喂 李万顺哪 你跑鸡毛啊 我姜南 不是 我跑啥 我 我没跑啊 我这刚才 我一看我兄弟收伤的 我得把我兄弟送医院去 我该说不出啊 姜南 你这兄弟绝对够用啊 你他妈把我兄弟整这边 哎 我忘问一句 你那兄弟现在伤情咋样 你他妈把我兄弟干这边 你还问我兄弟咋样啊 哥们 刚我在什么地方找你啊 你废了啊 不是 我叫上南哥行吗 南哥啊 这仗咱们没必要再打了 因为仇的越解越大 啊 说实话玩命我也敢玩 但是咱们不知道呢 因为两万块钱 你看 就是这这小子 我看他的战斗里 我也知道 原来南哥你啥样了啊 我这个事 我办的有点差事 然后这么点 南哥 你说多少钱 是上面道歉赔多少钱 我多拿点钱行吗 南哥啊 这个事咱们就没必要再干了 是钱的事呢 跟钱有关系吗 啊 你放心啊 要你命啊 不是 有必要吗 你来哪呢 你说不说 不说 哈尔滨这么大 别的我能找着你 你放心 我找你有一万种方法啊 你等着吧 啊 收你命就完了 因为他知道 江南这一个小子 没告诉你吧 那你说 原来手下唐立强 是哑巴傻滑 哪个也不照子龙入啊 那 这笔他一合理 我说我赶这嘎的 我挣点钱 我擦 杨的小偷都一年 挣个几百万 不挺好吗 你说我惹这笔玩杆啊 这是 这下惹事 他也知道不好 但你看 当天晚上 他和哈尔滨落户了 那事 结婚了都 当天晚上 他不是本事人 就来啊 回到家中 他媳妇呢 咱们管他 叫他 叫他这个历姐吧 因为咱真名就别说了 媳妇啊 那个 出事了 咋的来 说那个 你找咱 找咱家大姐吧 就找他大姨子 说白了啊 说找咱家大姐吧 我他妈惹事了 咋回事呢 我惹了哈尔滨 那个社会人 教员男了 教员男要整我呢 他妈 因为啥事 他就小了 他媳妇一听 和媳妇 存存就是 喜欢江湖人士 人人士啊 然后也不是说大马了 啥那种的啊 就正经过热的人 就喜欢他这个风格 这个你妈 这整他老头能行吗 教员男是个玩命之徒 他一讲 老公你行 行了 我知道了 我给我去打电话 去打给自己亲姐 喂 姐啊 怎么的了 姐啊 出点事 那个 那个 我老公大孙 惹了麻烦了 那个 想找你帮忙 你看 那个 明天上班 找你 见面说 行不 行啊 当然行了 那你那啥 你那个 你让他上办公室吧 好嘞 第二天啊 这个万顺一天早上几点呢 九点钟 一上班 他就出现在哈尔滨 一个特殊部门 这部门是哪个部门 我跟你说啊 这部门是独栋小 我跟你说 他这个大姨子是啥 简称吗 这个 纳姐是哈尔滨五处 一个副处长 六扇门的 专管啥呢 专管这些黄独独的 他管治安 这一块 但他这个总部门 我跟你说 还有个老大 他是老二 一个女的 当时哈尔滨大姐大 就管治安的 燃死六扇门的 相当高用了 这大姐胖得乎的 白白净净的 当时能有个四十 三四岁吧 反正我这个岁数上下 但是保养的好 就像四十左右 挺漂亮 她媳妇也不挠 你看她就来了 姐 咋的呢 我没有说你惹祸了 你惹啥祸了 因为她那个大姐吧 不咋喜欢她 是她这个大姨子 她就不咋喜欢她 她大姨子 谁不希望自己妹妹 找个好老公啊 找这个流氓的 臭流氓的 从结婚的时候 她就不赞成 说你啥事 找我呀 小姐啊 那个 郊远南你知道 郊远南 郊远南 我知道啊 那不是个大流氓 完命之徒吗 啊 那大流氓了吗 我太知道了 怎么的呢 你说你 啊 玩上小放牛 不玩好道赶呢 你试试啊 你说你一天天的 你不学好 你说你干啥事的都啊 你赶紧滚出去 我管不了你 你出去找别人办去吧 一天天的 就把她给骂了 你看她出去之后 但大姐啊 一看她妹子走 她还是来到了隔壁 隔壁一个大哥啊 无来寿吧 所长 那个我问一下 哎 彭处 那个我听说 你跟那个郊远南 关系挺好的啊 就那个社会 那个郊远南 就南杠那个 是到外那个 是不是挺好的 啥时候跟郊远南好啊 不是 这个 李副所长 我得说一说 你可别瞎说话 在外面别听外面的 这个瞎说 彭刚处长 打黑彭刚处啊 也包含着他们下面 能听懂了吧 打黑治安啊 他们是一系列的 彭刚是一把手 说 你别瞎造谣 能懂吗 啊 别瞎造谣啊 关系一般 这就是认识 不你啥事啊 那个彭处 那个 我妹夫吧 那个你也知道 给占钱 那不整点烂糟事吗 啊 我知道啊 那不整小偷子吗 说惹了交业男了 这交业男的 把我 把我妹夫 他们那 那人都给干 还有 还要找我妹夫 又没完没了的 要玩命的 你看彭处长 能不能帮忙说说 咱们错了 赔俩钱就完了呗 没天理了啊 阿萨的家属 还得找那流氓 去道歉赔钱 因为他知道 省六山门啊 厅里面 那都给下了文件 原男不能碰 所以说 这娘们太知道了 彭刚一听 我给你这个问一问啊 你放心 肯定当事办 那么彭刚拿电话 就打给原男了 这女的就走了 彭刚都知道 跟原男呢 已经就是挺好了啊 这次 哎 哎 刚哥 叫原男呢 在哪呢 说我在那个 医院 护理我这个小老弟呢 有个首厂 咋的呢 刚哥 说那个原男呢 那个我们那个 有个副首长啊 叫叫纳姐啊 对 他有个妹夫啊 说咋的 哈尔滨那个赞钱的流氓啊 说是管小头的 对 说跟你咋的啊 有点事啊 说不行 你看看 原男 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这事就别找他 别难为他了 行不行 刚哥 按理事物 我已经给你面子 对呀 那是啊 但是 刚哥 他把我兄弟干得差点没死 啊 我不说别的 我肯定废的 啊 但刚哥 你打电话了 我跟你说 我给你个面子 我不整死他 双腿 瞎舌是最低的 我让他下半辈子躺轮椅 能听明白不刚哥 行 又难呢 那我也不说上个 啊 那个就这么地 哎 你那愿意咋干 你咋干吧 这大哥回头跟那个大姐姐说 说那个那姐啊 李副处长啊 我也不好意思了 我跟焦南说了 我整不了一件 你也知道 那厅里下活动完结 你都不能动的 啊 你再想想别的招 啊 帮不上忙 行了 好了 嗯 哈尔滨是动不了他了 是吧 喂 哥哥 你在哪呢 啊 我在办公室要下班了 咋的了 啊 咱那呢 你还找我有事啊 哥哥 不谈工作的事啊 我私下找你有事 晚上 我去接你 好 哈哈哈哈 好 哎呀 我操 他找这个人 我跟你说 正经挺硬的啊 你看这个大哥啊 下班 咱说就在一个车库里 一个阴暗的角落里 一男一女 在车上 我跟你形容形容的意境啊 拿个手帕擦擦 哎呀 身体还那么虚 坐办公室时间长 你运动运动 啊 小娜呀 我跟你说 自从我当上这个大厅长之后啊 我就没有时间去运动了 啊 这斗地主呢都 算加班了 别说 又找着咱们曾经的影子来 谁呀 老铁啊 牛果军 黑龙江省那个六三门的一把大哥 他这个娘们能当上副处长 四十左右岁 啊 四十出头 长得风油村挺漂亮啊 他俩他们好十的年了 哎呀 老牛这讲话了 给车里面 他俩就是打保七万五二三啊 说 牛啊 我跟你说那个事啊 你可当事办 放心吧 焦原男 我他妈现在打电话 焦原男跟那个牛果军 他俩可是打了两个照面了 老铁都知道啊 第一个照面 焦原男站了上风 第二个照面 焦原男啊 让牛果军也算是熟的 啊 够像 巴巴大嘴巴子啊 那也都彻够了啊 可以说立了呗 焦原男让他熟的有点害怕了 说实话 堂堂一个大厅长 想熟识这个 焦原男这样的人物 太容易了 啊 我打过去 大嘴两个面打了啊 讲的真实 老铁你就记住 哪个系统里边 这个 这个女的 要是长得贼票呢 生的特别快 就有问题 你要找韩红那个大姐那样 你要生 我不怀疑你啊 可能你家有点背景 或者说你业务能力强 那你要长得美洲天仙 你生的嘎嘎快 你四十岁都 别人一辈子干不着 那个职务 有多少人一辈子都敢在科技 副科技敢在 拽有你嘎嘎 年轻轻的 你就是出掌 那能行 肯定有说的 皮裤到棉裤 必定有缘故 我这改 那个企业里面 待这么多年 不明白 啥事不明白 我一辈子 我都没摸着那个 都没摸着那个位置 他妈的 从外面单位 调了一个 到那个两天半 他妈一转身 哎呦我擦 郑柯 真太现实 我都见太多了 别说 他妈牛果军这个系统 叫叫男的 我告诉你啊 那个有个啥事 站前的那个 叫李万顺那个事啊 你别找他了啊 啥 牛挺 这事吧 你听我说 他把我兄 你别说别的没有用的 我告诉你了 我不是求你啊 我是命令你 你要是赶他妈在 找他麻烦 我收拾你啊 我收拾你 用一百种方式 我跟你说过 别觉得上面 有几个二代 罩着你啊 你就没大没小 再给哈尔滨 就横止了啊 我想收拾你 你一下就没有了 好了 哎呀 老牛 你太有力度了 啥别说 下一步啊 我要上北京报道 我争取啊 给你往上挪一挪 哎呀 老牛这工具要上北京了 调令那工具 已经就是 就是就差宣布了 宣毒了 能懂不 任命就已经 就快下来了 原来一听 我擦你吧 干嘛俩玩这个 喂 诚哥 我原来 啊 喝酒呢 干嘛呀 啊 我跟那个 你伟哥他吗 喝酒呢 还有志哥 干嘛呀 诚哥 我有点事 我亲自 我跟你说一声 你说吧 说说说说 咋的来 我有个兄弟叫子龙 我上次不跟你说过 就那个一个砍拔的 啊 这回他一个打二十来个 给人砍跑了 人不动枪 都干不过的 是吗 哎呦 我操你吗 这小子 哎 这小子龙的 我见过他面 没他印象了 你下次给领北京呢 我见去 都诚 你欺负这样去 说你给领北京 我见去 诚哥 那是后话 你说我想替他报仇 对面啊 找谁了你 找那个牛果君 找彭兰江 他侄子我都没给面 找牛果君 牛果君 来电话 说我要动 他受伤我 我这事我就不知道 咋做了 诚哥 他那意思 给你拿了钱啊 我不想要钱 他也没提钱的事 之前说给钱的 不想要钱 诚哥 这事你看 那就随你心愿 你愿咋干咋干 老牛那边 到时候我说 我打招 到时候 你就干净完了呗 行 推大蛇的 这边完事 给他什么样子 也别说找厅长 不好使 给他什么样子 别去不打死人 腿打蛇 好 那我知道了 诚哥 谢谢啊 原来这是邮局的 相当于拿了上方宝剑 那你看那边 都城 赶紧喝酒 这边那点 来大哥 樱桃救口 樱桃救酒 越喝越有 诚哥 对你没讲话咋的 没事 就给忘了 城队没立马打电话 赶那个烟花巷那边玩呢 你看园南对面 喂 李白孙 那个 你该哪呢 咱见个面 不 那个 那个 我 我大姨子 跟我媳妇的说话 来说给我办 来说 咱们不都 拉倒了吗 你这样 这个 找人好使了 但你之前不说 给了钱吗 我兄弟人打那样 不拿点邀费吗 拿钱行 那这么点 咱拿钱 拿多少钱 咱见面 咱演一演就 看看这个事 最后咱们拿多少钱 那个 完事 行吗 你看见面 行 行 那你说地方 这么点吧 一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晚九点 白波涛 那个洪喜会 到洪喜会 208 咱那个见面谈 行 行行 南哥 我准时到 白波涛讲话 南哥 你要干啥呀 刚才我都听见了 那边找厅长 把那笔事 你 立强啊 戴上哑巴傻滑子 对 跟我走一会儿 再把那富国汉强叫着 拿点家伙事 这话不多说 远南带着一帮人 准备要把他腿削折 你看远南他们先到的 进入了啊 那傻滑子 哑巴一个 往那一站 杨那儿上 单人喝的啊 那唐立强 穿个鸡膊背心呢 都带窟窿的 那个 远南 等会儿 咋子 就咳咳腿呗 记住了啊 我让你咳腿就咳腿 双腿咳腿 别伤人性 行行行 知道了 调好了 那边 老体啊 人家来人 来的还不少 远南那边呢 屋里面那有齐不克 你看来的这小子啊 李万顺 也带了当时四五个人 带四五个人啊 就进屋 敲门 跟他那边一摆手 傻滑去开那门 傻滑一笑 来吧 这屋吧 我南哥在里面 一瞅他妈傻滑的造型 再瞅瞅屋里这些人 南哥 他带了四个胸 南哥 我来的 这短短话 那个 是 你打呢 还是我打 啊 咋 怎么着南哥 我不太明白呀 我不是来研究给钱的事吗 我道歉也行 这个 不要钱 你给子龙这些人 我就要你两条腿 你是你打 还是我让我兄弟打 我让我兄弟打 就照乞丐上打 你要自己打 给你个机会 一个腿打一枪 这叫难 我大姨子也跟厅长说完了 厅长也都传话过来了 应该是 你应该收着电话 你要是打我 我跟你说 那你也好不了 肯定收拾你 犯不上点事 对不对 我倒不是怕你啊 我跟你说 咱们之间没大丑 犯不上点事啊 这白波涛也宰着你啊 白波涛也丑 你别这边提我啊 还那意思 白波涛都要打跪下来 我也不是软柿子啊 就这个意思 白波涛丑着袁南 袁南讲话呢 一白手 唐立强 叭 掏出一把枪 不是 啥意思啊 真打呀 啊 袁南讲话呢 干的 袁南 唐立强 啪啪 打他两头腿上了啊 他这一捂腿啊 他身边的兄弟老体啊 也抄家伙 哎 干什么 打我大哥 这时候啊 双方这对峙了啊 别动 别动 都别动 说我 袁南 你他妈身手 你敢打我 你打死我 你朝这打 别朝腿打 你他妈打死我 你看看你死不死 哎呀 你这南美之山 唐立强 两个话 唱旁边拿枪 就干 三四枪 你咬们傻话 上去还补两枪 把直蹦 当时这三四个人 我告诉你 一共四个啊 打死两 登场 打死两 紧接唐立强 把枪顶着脑子 他死你不敢呢 男哥 我错了 男哥 男哥 我错了 男哥 他一看 把他兄弟俩干死了 当时就蒙了 没应到最后 就要那点话 就你 你他妈敢杀人物 他妈是存玩命的 跟我俩 跟我俩玩命啊 你配啊 白波涛 讲话 叫我俩 爸爸 我大哥 叫南不知道吗 给你面子了啊 你可以去找庭长去 本来我想打死你双腿 本来想要你命 打死你双腿啊 算是给牛庭长面子 走 咱俩的事 完事 元南带人出去 你看出位的时候是九点半啊 他那边咋送医院 咱就不出来 这时候 元南打出电话 出门日后 说唐立强 你他妈高死点了 干鸡毛 唐立强讲话 我说南哥刚才那种情况 我不打死两个 他不老是吗 再说咱们不有成哥呢吗 能摆吗 昨天那个问题 我又重复了 元南的手下 各顶各都认为 杜成啥都能摆 就干就完了 原话说的是别打死人 给那牛庭长点面 你就肚成他妈 嫂子不脑来疼 喂 诚哥 元南 元南 我刚才忘了 我给牛庭长没打电话呢 我 那个你事办没 诚哥 但是这个事吧 我 咋的了 不是打死人了 打死俩 这 唐立强 不是你吗 元南我告你 打 打 装腿行 你打死 不是 诚哥你别生气啊 没打死他 对 他要保那个人 厅长要保那个人 咱没打死 咱打他腿了 对 打死他两个凶子 他叫话嘛 行了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给你办 我给你办 不是 诚哥 对不起了 我手下兄弟也不好管 行了 我知道了 把电话就料了 电话一料 找人去都查人没法找 没这个鸡不脸 三天五天一个事 抽老百姜 抽这些人 老百姜 丁军委 他们都在 杜成讲话了 出事了 来 走走走 回志哥家 回到志哥家 之后 杜成把这个事就讲 老百姜讲话 打电话 让他们扭我去吧 喂 牛天 想必你也知道了 我杜成 我太知道了 我刚才 我跟你说 焦严南这小子 杜成 我跟你说 这小子 我跟你说 这小子 你保他也不行 这小子太过分了 我上北京之前 我刁链都下来了 但是我报到之前 我还有十五天 我一样你收拾他 这个这小子吧 就是确实不好整 这个 现在你要上北京 得的人干啥呀 交给下一任厅长 处理就完了 不是杜成啊 我说话都不行了 再说 你说这事 杜成啊 你要这样 我给你面子 这事我也担不起 人命关天 一下子整个脸 你不行 你来一趟 或者说 你跟贾勇啊 不行 你上东北来一趟 咱见面 咱们演一演 我自己压不下 那行 那我跟贾勇 不行 明天早上 我坐飞机 飞过去一趟 老板上讲话咋说 他让我领头 贾勇 去一趟 说这个事挺麻烦 说这个人命 太多了 伊斯利亚 这个 我给勇哥打电话 老板上讲话 打鸡毛电话 别打 怎么的 他让你 啊 跟这个贾勇去 面见他 你把电话打过去 我跟他说 不是 我跟他说 你就明白了 嗯 杜成把电话 打给老板 打给这个牛果军 牛果军又姐 喂 哎 杜成啊 你等一下啊 我那个 我一个 那个哥跟你说话 我姓老 叫老板张 啊 说那我 我知道啊 说您有什么事 有啥事 我听说你要上北京了 啊 就是你找杜成 跟贾勇去上东北 啥意思 啊 不是 我想问问你啥意思 啊 人民观天象 他俩往里参与啊 啊 你现在 就是你爱管不管 焦严男呢 这个事啊 不是 那个老板张啊 你好啊 就是这个焦严男 这个事他处置过分 过分 该币 你抓着币都行 你要是不敢办 办不了 你交到北京 交到部里办 也行 啊 但你自己办 你想咋办咋办 你他妈爱办不办 啊 你想让我们上东北来啊 这帮太子哥上东北来 啊 你想办点事 还想把这帮人双小绳啊 啊 把胳膊腿双小绳啊 你他妈咋想的 你他妈爱办不办 你能不能办 你办不办 我告诉你啊 跟我们没关系 能听懂吗 因为你是干啥的 你知道 哎呀 老板张张哥呀 你可别生气啊 那个我 我我我 我有点 那还迷雾了啊 那个 我不多说了啊 这帮人啥实力 你知道啊 你别扯没有用的啊 我们不去 你这事你办不办 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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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历所的啊 你放心啊 这个事跟任何人没关系 好了 老板张讲话明白吗 你高低都不能去 怕他妈啥级别 啊 他还没来北京呢 将来他上北京 上甲永 他他他他他他 他熟那个工作 就他当个副部 他当个政部 也不能把咱们 全力下 办点事要点啥呀 老铁啥意思 要把老板张跟杜成 跟鸡呗 啊 丁居伟家永 他们给给他酸个绳 那意思 我到北京 你看以后 啥事 找你们 什么得给面 给鸡毛面 你爱办不办 操你们不办 你交上来 啊 我们上面能办 但你办 别就不卖人情 别想给我们手上 酸个绳 就像刘勇 给马向东 木随心 都酸个绳 啊 比如说赵三 给长寿的一些 这个大头头 都酸个绳 老板张 人老那个 人间 人老肩膀脑脑 那老板张脑脑不扣 杜成恍然大悟啊 说操你们 我差点没上到逼当 爱办不办 我这段位 能跟你打车 大哥的 最后老铁啊 这个大哥 肯定跟那娘们说 说你拉倒吧 你认了吧 别基本找了 那你老厉害了 大哥也得合计啊 自己将来到北京 那北京那些人 那家勇 那他们丁俊伟 老板张 那那股夫 全国哪个都能管住啊 他惹不起 最后肖别人给办 那你看 子龙啊 养了一段伤 时间好 然后那个 其实这东西 就像官场博弈 就像做生意博弈一样 谁拿着筹码 谁出了算 但你看 你得占优势啊 但元南的团伙啊 只要这些人手下 思绪正常都觉得 杀人也没事 我大哥的 我大哥不能摆 杜成厉害啊 杜成啊 杜成他爸不大 杜成他 杜成他妈的 他全国二代 他都认识各个部门 小公公 小建建想法法 好使 所以是慢慢会让杜成产生反感 就像大志跟这个 刘勇之类 慢慢他也都是 这么反感 不管你的 恨得不杀你 成人后期 就是到零几年 不杀这帮人 不整死你都不错了 他基本上帮你办事 你死了 挤不倒吧 别再把我咬出来 你保证这个 牛果军到北京 他不贪污受贿啊 他贪污受贿 要牵着一些 啥事 他把老百姜交代了 这不都牵着 所以说 更敢 改朝换代 老百姜 他姑父也不是 就急不干一届吗 是不是 唯独一个干一届的 那个小经理 人都干两届 三届的 他干一届 哪个大哥身边 都不想放杀人犯 你记住了 他不服管 关键时刻 你哪个不整得劲 都哭擦一刀干死个本人 我以后